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国家不赔不退 当然最难过 第三类是百姓 地方的乡生巨股投资铁路 老百姓也凑了小钱跟着投资 铁路国有等于没收了他们投资 百姓也就拿着扁担锄头上街跟政府玩命了 还有第四类人 叫做乱党 这里面包含了革命党和愤青 希望趁乱弄出反新共和的大爷来 当然也有一些是截头混混 想着这个借机打砸抢 户塞内里面都还有不少会党的分子 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 每逢动荡无非都是理想和利益交织 思考于盲从并存 而且这四个因素缺一不可 否则就不足成事 191年8月 川汉铁路的一段工程被强行接收了保路同志会 一发动 成都就开始了把客把市 百页停辟 交易全无 为了保证斗争的合法性 成都街头出现了一道提醒 市民 商人和绅士们顶着光绪皇帝的牌位 旁边则用大字写着光绪皇帝曾经颁布的尚鱼 川路仁须商败 成都的罢客罢市之后呢 很快发展到了全省规模的抗粮抗捐局势之后 我们倾听于是将四川总督王仁文罢免 调了素有屠夫之身的这个赵尔松路川 面对严厉弹压 无人嚣张的朝旨和街头民众 头顶的先帝牌位 赵尔松左右为难竟被失去 朝廷也失去了耐心 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被任命带兵前往四川 一场屠杀呢 已经是箭在前上